大家好 我是孤言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我上网的时候刷到了一篇很有营养的分析文章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 崛起的轮廓 它的作者是美国经济学家 瑞士洛桑MID商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 Vox EU网创始人兼主编 李查德·鲍德温 在这篇文章中 鲍德温提出了一个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可能有些难以接受的观点 美国并不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 咱们还是老规矩 鹦鹉学舌的事情就不干了 我在这里只给大家挑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点 所以说 有对原文感兴趣的同事和朋友 可以按我前面给出来的信息按图锁记 这里就不赘述了 要点一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工业强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的工业有多强 就连鲍德温自己在统计完各项数据之后也有点意外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 它的军费开支比世界军费开支排名第二到第十的九个军事强国的加起来还要多 而中国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 同样的 中国的工业产值也超过了世界工业产值排名第二到第十的九个工业强国的总和 但是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这个概念不同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 这个事实并没有像前者一样广为人知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要点二 就一国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而言 中国的份额大约是美国的三倍 日本的六倍 德国的九倍 中国的工业化程度之高 规模之大 涵盖范围之广 堪称前所未有的 在中国之前 上一个全球工业霸主是美国 美国是在一战之前超越英国登顶的 为此美国花费了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 而中美之间的这种角色转化则要迅速的多 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工业霸主 只用了15到20年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之迅猛不仅是空前的 很有可能也是绝后的 六点三 如果我们将工业强国之间的你追我赶 看作是夜场赛马 每跑一圈就算一年 中国从追赶到超越再到一记绝成 这中间仅用了大约25年时间 在这场比赛中 最刺激的角逐都集中在了前13年 六点四 受新冠疫情和美国打压等负面因素影响 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在最近几年有所放缓 中国的工业化产值占全球比重 已经卡在三分之一这个档口有一阵子了 再往后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想要继续获得工业增长 中国就得和机器国家抢肉吃 而这注定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与此同时 印度开始展露头角 成为目前仅次于中国的工业化增长份额第二块的国家 和30年前相比 如今印度工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上升了两个百分点 虽然这个数字不可和中国同日而语 但这也足以反映出印度今后巨大的工业化潜力 105和工业产值相比 中国在全球出口这方面的主导定位并不那么明显 但增幅同样惊人 1995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仅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 而到了2020年 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20% 中国的增长伴随着机器的衰退 在这25年间 机器的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重 是在不断下降的 只不过这个降幅没有他们的工业产值降的那么狠而已 这倒不是说机器在出口这块做的就比生产强多少 更多还是因为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起来了 机器生产出来的那些高附加值产品有地方卖了而已 要点6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 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额高居世界第一 但是出口在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出口占中国经济总额的比重 在2004年曾经达到过18%的峰值 此后便缓慢下降 到了2020年已经下降到了11%的水平 这个数字已经和1995年的差不多了 要点7 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美国制造的依赖程度 虽然这话说出来会让很多美国人感到难以接受 但事实就是如此 中国的工业产值占全球比重的35% 而美国的只占11% 美国要从中国多买东西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在2002年之前 中国对美进口曾经是大于对美出口的 但是在这之后情况就完全掉转了过来 到了2020年 中国制造业对美出口已经超过 美国制造业对华出口整整三倍了 与此同时 中国制造业自始至终 也是更加依赖美国市场的 而不是反过来 不过和20年前相比 中国制造业对美出口依存度已经下降了很多了 因为中国制造现在在东盟和欧盟等市场也很迟打开了 所以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自然就不像以前的那么高 要点八 总体而言 中国和世界上其他的主要工业国家 尤其是极其国家在供应链这块都存在着很深的依存度 这种依存度是显著的 是历经多年形成的 是深刻影响着整个世界的 西方的政客们可能还在打将本国经济与中国脱钩的算盘 但是客观事实已经证明了 强行与中国脱钩难于登天 而且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困难重重 如履薄冰 代价高昂 而且破坏性巨大的 说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那都算客气的 搞不好脱完之后 机器可能比中国还烧 西方对中国的所有恶意 最终都会变成砸到西方自己头上的回旋标 这种不对称性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由中国的制造超级大国地位决定的 谁要和美国打军事仗 不死也得脱层皮 因为美国是当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 谁要和中国脱经济钩 不死也只剩半条命 毕竟中国是当今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 要连酒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中国制造业不仅在数量上力压群雄 而且在质量上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1995年占据中国制造业出口总额最大份额的 还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纺织品 到了2020年 这个位置已经让渡给了电子产品 要点时提到中国的制造业 还有一个经常容易被人忽视的指标 那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比率 简单来说 就是中国生产出来的工业品里头 有多少物件是从国外进口的 国外进口的物件越多 全球化比率就越高 反之则越低 在中国崛起成为工业超级大国的 头一个五年里 也就是1999年至2004年这五年时间里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比率几乎翻了一番 从10%猛增到了大约20% 高情商点的说法 这说明中国制造业在这段时间里 全球化水平很高的 低情商点的说法 中国制造业在这段时间干的都是来料组装的低端工作 但是到了2004年之后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比率就一直在稳步下降 到了2020年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比率基本已经回落到1995年的水平了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有二 一是中国制造业的水平上去了 完成了产业升级 很多以前要进口的高附加值物件 现在自己就能造 所以现阶段的中国工业品就不再像以前那样 全球化比率动辄就在20%左右了 二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 已经从当初的依赖出口变成了内需挑大粮 中国制造业造出来的很多产品 现在主要是被中国人自己消费了 出口让位给了内需 意味着中国的生产商不用再看外国人的颜色来生产东西了 中国制造业的全球化比率自然也就跟着降低了 这种转变打破了人们以往对于中国经济的刻板印象 即中国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出口 事实上早在20年前 中国消费者就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客户了 结语总之还是那句话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 在吃稳了智能手机这块蛋糕之后 中国工业接下来就要向汽车领域进军了 凭借着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强劲的后发优势 中国现在在汽车领域已经有点山灯绝顶抹为风的意思了 如无意外的话 其他汽车大国的市场份额被中国侵吞蚕食 也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是太广泛且深厚了 在几乎所有领域 只要中国想下场玩两把 那么它就一定能够获得竞争优势 就目前来看 只有那些最先进尖端的领域暂时还是个例外 比如芯片和生物科技 制造业金字塔塔间的主导权 仍然被机器国家掌握在手里 如果中国真的想要爬上最高峰 那么骑在工业化征程上的最后一公里路 就注定会是最难走的 原文要点摘取就到这里 接下来该我来聊聊我的看法 坦白说 鲍德温的这些观点 在我看来其实没什么新鲜的 不光是我 我相信很多平时有关注我的同志和朋友 对于这些观点也一样不会感到奇怪 他只不过是在我们已有认知的基础上 补充了许多数据性的东西作为论据 从而使得那些观点显得更加丰满可信了而已 可尽管如此 看完鲍德温的这份报告之后 我的心中却还是泛起了一丝感慨的涟漪 我们所认为的客观事实 在我们之外的很多人看来 却依然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以至于西方的专家教授 还要专门出这样的大长篇 来向美欧受众苦可婆心的做科普 换个角度想想 我们能想象我们的专家教授 像鲍德温这样都到今天了 还得费那么大力气 向中国老百姓解释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 这个客观事实吗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矛盾 都是因为交往双方 对于彼此能力和定位的理解错位所导致的 我们尊重美国 身为当今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 所以我们不会动辄 就嚷嚷要和美国兵戎相见 军事牌一定是我们在对美博弈过程中 万不得已到最后才会借出来的一张底牌 只要美国没有盲目自大到 觉得单凭一己之力 就能在战场上力压我们的程度 那么中美之间发生军事误判的可能性 就不会高到哪去 但是反过来说 美国似乎并没有太尊重 我们身为当今唯一工业超级大国的地位 不仅不尊重 而且还屡屡在我们的优势领域挑起和我们的贸易战 这也就是亏得我们的战略定力足够强 即便是在工业产能上占据着碾压性优势 也不和你计较 否则大家捉对厮杀到今天 美国制造业在面对中国制造业时的压力 恐怕就不会像现在的这么小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还是很感谢西方有鲍德温教授这样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专家 愿意冒着被人喷成筛子的风险 在西方舆论场上当那个戳穿皇帝新衣的小孩子 不管他的声音能在西方舆论场上激起多少水花 起码他的作为是正确的 既然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帮着人家把人家文章里头有价值的闪光点给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西方还是有明白人的 要是西方能有多几个像他一样的明白人 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机器国家的关系 兴许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个田地 这说到底还是一种以斗争求团结的团结观 光靠单方面苟河是无法感化西方的 想要把两团钢铁迎合到一起 碰撞所产生的高温与火花 永远都是比霍西泥更可靠的迎合剂 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 现在我们和他们水火不容 不代表以后也水火不容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 有朝一日当我们的工业化实力 强大到足以支撑我们人民军队 登顶世界第一抢军 我想啊美国人眼中的我们 大概也会变得和蔼可勤起来了吧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